娱乐圈隐形富豪,房子是他家最不值钱的东西。 最近,有娱乐圈隐形富豪之称的歌手林依伦晒出一家四口的幸福合照,为妻子西华庆生,他们家那栋位于京郊,价值过亿的500平方米豪宅,处处透露着一股低调的奢华,更让人羡慕的是结婚28年的那夫妻,表白起来浪漫依旧,最戳人的一句莫过于,我还没老,你也还是那么柔软,53岁林依伦和52岁西华, 更年轻谈恋爱那会可以说是毫无变化,无论什么时候,眼睛都散发出无尽温柔,连脚也挂着微微笑意,有钱有闲,被老公宠了将近30年,两个儿子还乖巧懂事又优秀,放在世俗标准里,他是妥妥的,人生赢家,作为歌手,林依伦曾靠一首爱情鸟红遍大江南北,数度登上央视春晚,过期后,出书,当厨师,做主持,搞投资, 再到如今,直播带货,他总能稳稳站在风口,赚到盘满钵满,以至于时常有人问林依伦到底多有钱,模特出身的西华早早隐退,下嫁给二婚,经济能力还不如他的林依伦,专心当起了邪内柱,婚后,随着林依伦事业起飞,他也过上了人人羡慕的阔台生活, 家中随便一件藏品,都是百万级别,妥妥是艺术博物馆,进门处的墙上挂着一幅绿狗,由中国最贵再世艺术家周春牙创作,林依伦2007年花240万港元买下,到了2018年, 同系列画作成交价已经飙升到1610万元,家里艺术品,无疑不是来自顶级艺术家之手,实属有钱都未必能买到,而林依伦还透露过,收藏品投资不会超过他总资产的三成,难怪有人调侃,房子大概是他家最不值钱的东西了, 此外,林依伦在北京还有两栋房子用来收租,周杰伦和周比畅都当过他的租客,注意,单位是栋不是套, 总之,他的富有程度绝非常人能想象,结婚多年,不仅没有任何绯闻,对老婆也主打一个宠,有空就陪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, 今天到地中海度假,明天飞纽约第五大道购物,林依伦厨艺不俗,甭管刘德华,纳因这些巨星, 还是王中雷等商界大佬,又或者是那些身价不菲的艺术家,到他家吃饭都得排队预约,传言意向清高的艺术家曾范志为了喝他一碗藕汤, 上赶着给他送话,从两人结婚开始,林依伦的钱几乎全交由西华来打理,倒也不难理解, 西华出生于房地产家庭,拥有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经商头脑,北京的两栋楼, 当初正是他一眼相中,以9000元每平米单价买下,火速翻了好几番, 你以为西华只是享受生活的阔台娇气,实则人家是深藏的女强人, 更牛的是,他还把家里照料得井井有条,婆媳矛盾是不存在的, 他会亲自给婆婆设计缝制衣服,过生日,把婆婆哄得满脸笑容, 两个儿子也被他教育得优秀又懂事。